全球一片中国热 市面上也因此出现了许多研究中国经济和军事发展的书 却少有深入探讨中国人民层面的出版品 《华盛顿邮报》美国西区主任攀文 John Pumphrey最近出版了他的新书叫做《Chinese Lessons》 以他在1982年南京大学求学时 四个中国同学的经历来比较新旧中国的发展 而我看了这本书 见识到几位主角从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 那种悲伤失望和希望交织的心路历程 但是就是看不到这些吃尽苦头的热血青年 对当时的时局有太多的抱怨 今年的高峰会人物潘文对我的疑问有这样的解释 那个任命那个词那个人那个词 在中国的文化里面它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位置 另外呢中国现在的那个政治的情况 它不允许你在这方面所谓发脾气 对不对 但是92年以后呢 特别是92年以后呢 中国政府给了他老百姓 差不多一个路子可以走 你可以发财 你可以成功 你可以 你像发挥这些本事 我就不妨碍你这样做 这样的话我的同学 采取一个非常非常有逻辑性的办法 来对付现在的情况 那当然他们的过去就比较黑暗 但最起码他可以重新做人 上大学 下孩 自己干他 想跟自己干的事情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 对不对 因为以前 所有的事情 你什么时候结婚 你跟谁结婚 你能不能离婚 是被党控制的 对不对 但是后来呢 当时开始不参与这些东西嘛 所以我的同学 他是第一个年代在中国 享受这方面 这方面的自由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 有人说中国经过了历经非常多的苦难 从早期的帝王制度 还有封建主义社会 到后来的八国联军 外力的介入 还有中国自己的文化大革命 经过了文化的真空期 经过了经济的非常的贫穷的 那么有些人觉得说 如果中国不经过这些苦难的话 那他现在是完全是不可同日而语 可是有些人就觉得说 其实中国就是因为这样一步一步的走来 经过这么多磨难之后 才会有今天 那你在中国这么久 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这方面历史没有什么必然性的嘛 对不对 但是据我来说 而且据我的一些朋友来讲嘛 我不能说我的同学都是 都是跟我完全一致 但是我觉得老毛那个时代在中国 特别是包括那个梵友运动 包括那个大跃进 包括文革 的确浪费了中国很多时间 我觉得那个所谓最左的那个共产主义 对中国来讲 并没有什么好的印象 所以反正至于近代史来讲 或者现代史来讲 我觉得四九年到大概是七八年的确是浪费了中国很多很多时间 所以我觉得不一定同意那种观念 中国必须得通过那么苦难的一个过程才可以有今天 我觉得要是没有那个三十年的历史的话 中国可能可能会更好一些 因为的确是对中国的环保也好 中国的经济也好 中国那个老百姓 中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中国的文化来讲 那个很大的一个打击 这个这个时期过了以后了 七八七八年以后了 中国的确变成变成一个新的国家 所以但是我觉得文革对中国那个灾难太大了 特别是思想方面的灾难太大 而且现在还有很多影响 你从一九八零年的时候到到中国 然后一九八一年开始进入南京大学的历史系 跟同班同学一起念书 然后住中国人的宿舍并没有特别的优惠 那么你这么贴身的跟当地的中国的学生 尤其是这种很乡下的地方的 还有很生活非常辛苦的一些人生活这么久 对你日后做工作有些什么改变 譬如说你后来在一九九八年到两千零三年的时候 又回到中国成为华盛顿邮报驻北京的特派中心的主任 如果你没有经过这一段跟中国这么近距离的贴身的 真正的体验而不是采访 是真正没有目的的 你的新闻取向会有什么不一样 那肯定不一样 因为反正有很多记者来讲 虽然他也许会讲中文嘛 但是他跟中国中国人的来往往往是有限 就是因为他的记者方面 他戴那个记者的帽子来去跟别人接触嘛 我在大学念书我又不是记者那个时候 而且我很小 我21岁到22岁嘛 而且其实我在我班里可能是最小之一 他们都教我小潘嘛 这种关系嘛 我觉得 而且这种为了分析为了了解中国社会的一种交度来讲 我想是非常非常可贵 对我来讲影响很大 那方面的影响 反正改变了我的生活嘛 反正因为你自然而然的跟人家在一起的话 对不对 你可以你每天早上跟他们一起起床 你每天晚上跟他们一起睡觉 不是反正一起入睡嘛 是一个非常非常 你是慢慢的吸收他们的文化 它不是一种从上到下 我教你怎么想我们 我教你怎么了解中文 就是因为你天天跟他们在一起 你跟他们在一起玩 跟他们在一起旅行 这种机会 慢慢吸收他们的文化的机会 是非常非常可贵 正因为潘文在南京大学读书的时候 和本地的中国同学同住在宿舍里面 他对中国社会的了解 当然是超过了一般物理看花的西方观察家们 明天 我对潘文的专访 将探讨美国和中国之间的互动关系 和他的南京大学同学们 20年之后的现况 我们明天见